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故事都是带有原图 也就是投稿人的原图照片附上来的 大家也不用怕 如果那个图片真的可怕 我会提前给大家做好高能预警的 那么准备好了吗 我们今天的一文录 今天的故事正式开始 第一个故事来自于乌拉拉这位小伙伴 乌拉拉是一位兽医 某次以一个临时的随行兽医的身份 参加了一个宠物旅行团 原本的那一个兽医是因为当时及时有事 所以作为那个旅行团负责人的朋友 他就临时去顶替了一下 原计划这次出差工作应该是能准时回家的原本 但因为中途嘛 有一位旅客带了一只比较需要照顾的狗狗 是一只老狗狗 旅客是希望让狗狗这一生能比较完满 才带出来的 结果就不出所料 出了一些呼吸困难啊等等的问题 需要乌拉拉来急救一下 那他救了狗狗之后 客人为了答谢他 就让他反称 路上咱们吃个饭吧 说请个客 可是景区没有什么餐厅 只有一些服务区卖的小吃 他自己本身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小吃 觉得不干净 可是出于礼貌嘛 别人还是请客的 还是吃了 不出所料 吃了就拉肚子 原定很早能回家的 就只能一直拖着 没按时回家 知道没什么 可是他爸给他打电话 问他什么时候能回家的时候 语气怪怪的 回上海的家之前 他先去药店买好了药 解决了拉肚子的问题 大概晚上七八点钟 迟了很久才到自己家里边 可是七八点回家的时候发现 嗯 怎么只有爸爸在 问妈去哪了 他老爸说 你妈睡觉了 休息去了 很奇怪啊 晚上七八点老妈就睡觉了 这问为什么老爸也 也语着没说出什么话来 没回答出来 那乌拉拉他自己就觉得 可能是妈妈不舒服 就先跟爸爸一起唠唠嗑 唠嗑了一下 再去看一下他妈妈 情况怎么样 一开门就看见他妈 半躺在床上 看着卧室的电视 不太精神的样子 走过去坐在床边 跟他妈打声招呼 他妈妈就突然间 嗯 把他手臂给抓着 接着把他手掌弹开 放在他妈妈的左手小臂上 好像在比对什么一样 乌拉拉一开始是没懂 这在干什么 但是他妈妈好像 确定了什么一样 嗯 点点头 你卷起袖子给他看 下面就是他当时 拍下来的他妈妈的手臂 没错 四道鱼青 而且正好是 一个男人巴掌 摊开的大小 乌拉拉当时 寒毛就竖起来了 说发生什么事了 以为谁欺负他妈妈了 傻的 他妈就说 被你外公抓的 那他就更吓一跳了 因为他外公当时 已经去世一年了呀 原来啊 在他去旅行团的时候 他妈妈回了一趟老家 农村的老家 为什么回去 是正好 因为他外公去世 一周年的忌日 所以烧纸钱啊 烧纸元宝啊 是免不了的 他们那儿农村用的是 泥根砖垒起来的大灶炭 加上一个特别大口的锅 一起烧制 一个人呢 肯定是忙不来这事的 所以等烧完纸钱 妈妈跟姨妈两个人 一起扛着大锅 去河边 要把那些灰 剩下的纸灰给倒掉 倒的时候 姨妈就说 等等等等 问咋回事 发现原来还有 锅里面的一张瓣 没烧完 还带点能够呼吸的火星那样 姨妈说 我回去拿个打火机吧 来回也就两三分钟 把它烧光了 这妈妈就讲 就这点 没事 来来回回麻烦 起码有半张 已经烧过去了嘛 剩下这一张半 无所谓的 接着就一下子 把那些烟灰 还有剩下那一张半的纸钱 都倒进了河里 回去之后 亲戚七大姑八大姨 一起吃饭 一起打纸牌 围成一桌 特别热闹 可就这么玩着玩着 表姐就问她妈 你手砸了 这一看不得了 左手当时那四道鱼青 已经显现两道了 通常人们都以为是 磕磕碰碰嘛 觉得没事 那她妈也觉得一样 应该是撞了什么了吧 没事 继续玩 继续吃 毕竟不痛不痒的 自己也没在意 洗漱完 就回去睡觉了 在农村 第二天醒的 都是特别早 天没亮 就已经醒了 一醒来倒没觉得 什么异样 可是她妈妈一掀开被子 起身那一下 整个人没走两步 浑身无力 啪 摔在了地上 赶紧叫的人搀扶 但也没发烧 也没感冒 就是说不舒服 没劲儿 这时候 妈妈跟大家都发现 她所守那个鱼青 已经显现四道了 那不出所料 胳膊的另一面 就正好有第五道 也就是大拇指印 合起来 就是一个巴掌 抓住人的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 妈妈回到上海 家里之后 就一直躺在床上 萎靡不振的 乌拉拉就赶紧找来了 她一个懂这些的亲戚 也是乌拉拉的 另外一位姨妈 这姨妈的方法 都也没有很特别 看了看事 做了很多金圆榜 在他们家大门口 没错啊 大门口烧掉 这邻居家 估计看到得 吓出英勇来 姨妈讲啊 是外公觉得 女儿给她的东西 是要全部烧完的 孝敬她的 所以当时 还剩了一张半的时候 就下意识 嗯 这么抓了女儿一下 其实就是想提示一下 女儿 没有什么恶意 但可能不同的人 体质不一样 有的人碰到这些东西 可能就立马生病嘛 她妈妈就属于这种 结果就发生了 后来的事情 下面的故事 来自于 阴阳分两路 这位观众 他也在之前 我们的直播里 投过稿 如果大家想听更多故事 也可以移步 我们的直播录像 那这位小伙伴他说 在投稿之前 在故事正式分享之前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相信 有老天爷的存在吗 他说他原本也不信 但是经历了下面的事情之后 他相信 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2022年8月 2022年8月 长春 准备就到这位小伙伴 8月4号过生日的时候 他就先回了一趟学校 拿行李 去了自己在长春的兄弟那儿 准备晚上两周再回家 结果按这位小伙伴的话来说 就是因为他临近生日 向老天爷起了个愿 还是倒霉了 起了什么愿 就说老天爷 我回家之前 能不能给我来个女朋友啊 如果可以 我就信服你 接着就有了后面的事情 为了回家23年 专生本的事 所以他在他小兄弟那儿 待了一周左右 就准备提前回家了 在走之前 他去了以前工作的地方 看看老板 并打算在当地逛一逛 再离开 去了哪儿溜达 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搭着公交车 去了当地的万达 因为这个时候 他的小兄弟还在 家里面睡大觉 所以就只能自己告别了老板 去逛街 没有拉其他人自己个人嘛 他个人是比较喜欢汉服的 可是在自个儿家的时候 爸爸不让穿 说不男不女的穿的 因此通常都是在外地 不在自个儿家的时候穿 也就是这么一次 就穿了这么一次 禁汉服装 去了万达 碰巧就认识了一个姑娘 那一天 就是在商场逛了差不多的时候 鬼使神差 就是觉得 心里有股劲 想让自己去三楼逛一逛 刚走到三楼 后面就突然间 冒出一个女生 拍了拍她 说小姐姐 你这白色汉服 穿得挺好看的呀 在哪买的 她一转头 说不好意思 我是一个男孩子 不是小姐姐 接着两人就聊了几句 就不知当时脑袋怎么想的 说我去隔壁 给你买杯奶茶喝吧 突然就射牛起来了 但记住啊 当天他们俩 也没有加什么微信啥的 聊完吃完喝完 就准备搭四号线地铁 带着东西 回小兄弟那休息了 准备忙自己 专身本的事情之前 再参加参加当地的汉服活动 这没想到第二天 又在那个活动 见到这女生 这就属于有缘分了 第二天 她就赶紧去要了微信 加了好友 聊了挺多 第三天 就同居了 有点迅速啊 那平时她也会跟一些朋友 聊聊什么风水啊之类的 怎么看怎么看 所以当天 一住到这姑娘家里面的时候 就感觉 明明是白天吗 这室内一片阴暗 这姑娘还养了一只猫 而且总觉得 除了这猫 除了这人之外 好像在房间里 能撇到一些黑乎乎的东西 可以说不上来是什么 就以为可能是白天太累了 眼花了而已 但每一次 去这姑娘家住的时候 就总感觉有不好的事情 不好的东西 她每次去都睡不着 是那种 她非常想睡着 但好像有什么东西 硬会把她吵醒 吸引她大半夜的注意力一样 不过明明同一个城市 她在她小兄弟那儿 就不认床 每天晚上都睡得很香 久而久之呢 这位小伙伴就慢慢感觉到 好像小姑娘家里面 养了这只猫 能看见什么东西 那现在 屏幕上 就是这只猫的照片 她为什么这么觉得呢 某一天 正正常常 她去万达 找了这个姑娘工作的店 想跟平常一样 正正常常接她上班下班 这姑娘就说 我最近有点害怕 总感觉有什么东西 在盯着我看 她说别怕 我把我这个带了玉 借你带一下 接着就把自己带了玉 摘下来 送给这姑娘嘛 可就上了一个厕所的功夫回来 那姑娘就说 我把玉还给你吧 还以为女朋友闹脾气呢 就问咋了 她说 带你这个玉 我觉得人难受 就好像有人盯着我一样 在后面一直注视我一样 那大范记得 之前在第四十期的时候 好像就讲过 好玉不仅会认主 而且会护主 如果养一块玉多年 传说玉是会为一个人挡灾 避难的 当然呢 也只是帮养她的那个人 挡灾避难 这姑娘就说 拿到玉的时候 因为玉是刚刚从这个 小伙伴的身上拿下来嘛 热乎乎的 有温度 可是一到她手里 就戴上去那么一瞬间 就一瞬间 可能就半秒不到 那个白玉的温度 彻底凉了下来 温度骤降 她当时也没在意 戴上之后 没几分钟 她就在当时工作 那个店里面的热锅 就烫了一下 她觉得可能有点不吉利 有点倒霉吧 那不带就不带呗 两个人也没有觉得什么 正常的上班下班 可是平常上下班 小情侣们总能说点话 说今天店里面发生什么事了 还遇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人了 之类之类的 但当天 她一路上什么都没有说 也没有打打闹闹的 等回到家里面 她的猫就一直冲着她叫 一直一直叫 等到这部小伙伴说 我上床休息一会儿的时候 她女朋友突然间脸色一沉 问她 你为什么把我给你女人带 你为什么要抛弃我 这小伙伴当时一脸懵 说咋了 你说啥呀 接着 她女朋友就突然间过来 掐住她脖子 按她的回忆 当时掐住她 感觉不像是一个女生 甚至不是一个人 能有的劲 而且还反复重复那么几句 一边掐一边说 你为什么把我给她带 你为什么抛弃我 然后也不知道 她女朋友从哪 摸出来一把刮梅刀 就往她胳膊上一刀一刀地划 也好像是溅了血一样 就这么一会儿 这姑娘手上的力气 小了不少 她好像也觉得自己 怎么掐了自己男朋友 慢慢把手放开了 问她 我咋了 小伙伴就说 我感觉你刚才变了一个人呢 她说我一直在看短视频啊 我就记得最后 就是好像什么东西 在我们房间里面闪了一下 晃悠了一下 后面我就不记得了 接着就跟昏过去了一样 然后这位小伙伴就给她的女朋友 看了胳膊上面的血迹 汉服上也有血迹 她女朋友还不知道啊 不知情就问说 你自残了 她说不是 是刚才你 准确说是另外一个东西 拿你的身体用刀划的我 那小伙伴被伤成了什么样呢 也就是现在屏幕上这照片这样 那姑娘恢复正常之后 那只猫猫也不叫唤了 但是当天晚上的话题 就一直围绕着 这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比如她奶奶 那姑娘的奶奶 是通话那边 一个小农村的出马了 她自己小时候就能看到 能听到一些东西了 说让她去哪儿去哪儿 之类之类的 这样子的事情 过了一两天 同样在长车的那个小兄弟 知道这事 也打算过来赞助一下 贾介民是赞助啊 其实真实想法 是帮忙看看 这姑娘房间里 到底怎么一回事 也就这么一来 她跟她兄弟就肯定 当时住那个屋子里有东西 因为她这小兄弟 晚上住进去的时候 就觉得心里发闷 她自己进去的时候 也感觉不太好 一直有背后东西盯着的感觉 养的那只猫啊 也是一天晚上 都对着她兄弟 站住那个房间叫 第二天醒来之后 她就问小兄弟 昨晚在这睡的咋样 她说先回去 先回我住那 我再跟你讲 两个人打地铁回去找 小兄弟就说 那地方不对劲啊 你赶紧离开这女的 赶紧分了 要么是那女的身上有东西 要么是屋里面有东西 聊着聊着 兄弟又看到胳膊上 多了几道血疤 就问咋回事 他就一五一十的 把当时那天的事 坦白的讲了一遍 小兄弟就说 就是那个白玉 玉跟人是分不开的 玉跟主人嘛 你明明是知道的 你偏要摘下来给它带 那玉就会以为你不要它了 或者抛弃它了 或者被人偷了 那肯定会生气啊 见了你的血 可能就是不想让你受伤害 它就恢复原本的样子 回到玉里面了 那这位小伙伴 最后跟姑娘的缘分 到这也差不多到了尾声了 帮了那个女的搬家之后 那女的就找了他安徽的前任 复合了 小伙伴也从此 离开了这位女生 这是一个关于小伙伴 阿泽他奶奶的故事 他的奶奶在22年的7月份 因为肝癌的晚期 在医院去世了 当时因为家里面 思想都比较红色 全家都是奉献型的 几乎每家人都献献 疫情也是抢着当志愿者那种 家里面人就商量着 要不我们做一下遗体的捐赠吧 他爸也说 如果奶奶的眼角膜 能让更多人看到东西 那被捐献的人 看到东西的时候 那不就等于说 我们奶奶还在看着这个世界吗 如果奶奶的心脏 在另一个人身上跳动 那不就是等于 这奶奶还活着吗 全家人都这么想 就签了捐献眼角膜的协议书 所以当天火化的时候 给尸体化妆那个人说 哎呀我没见过 化妆化这么难受的 因为眼角膜捐献了嘛 眼睛就空了 剩两个血窟窿 那人就很不忍心 他爸就跟他讲 说我妈其实没有出什么意外 是因为他把他的眼角膜捐赠了 那化妆师就说 啊那老人家是英雄啊 后来火化之后 事情都办完了 他们家就从鸾城的火葬场 回家去了 就当天晚上开始 他就睡不着了 因为一闭上眼 就能梦见他奶奶在看着他 眼睛啊原本应该是睁着的 对吧 有眼人 有眼白 但是当时就只剩两个血窟窿 在梦里 第二天他起来就跟他爸妈讲一只事 他爸妈也说 哎我们也梦见了 妈妈讲 奶奶应该没有计较 只是放心不下我们 所以来看看我们 奶奶的思想 生前是很先进的嘛 也就在奶奶下葬一两周之后 阿泽因为学习做饭 想给他妹妹做点好吃的 就想用土豆泥来炸虾球 结果一不小心 油锅烧到一半 突然起火了 可是他当时也不太懂 这些应急的防护知识等等的 没有第一时间去盖这个锅盖 反而是打开了抽油烟机 结果一通风 好家伙 火一下就窜上来了嘛 他弟弟就看着着火了 赶紧就把他妹妹和他爷爷 当时全家一起交到楼下 那阿泽当时也是懵的 手里面什么都没拿 手机也没拿 甚至还有半只虾卧在手里 着急哭得稀里哗啦的 是真怕他们自己家爆炸了 奶奶又刚下葬 家里又没了 哇 那多倒霉啊 但是他哭着哭着就发现 脸上好像不单单只有泪水打嗜 还有雨水 就他一下楼 下起了雨 刚好就是他们逃出来之后 更关键的是 天上下起的是太阳雨 也就十分钟时间 正好下到火警的车来到小区 就停下了 因为当时动静比较大 小区里的人呢 里里外外都从家里面出来 在那围观 太阳雨不大 就是那种小雨 可正好就是能压住火势 等到火警来 最后嘛 火也扑灭了 幸好事情也没有闹大 他们全家就买了新的 逆子粉啊 乳胶漆啊 重新装修了自己的家 阿浙住在石家庄 一直觉得太阳雨这个现象 在石家庄肯定不会发生 至少他在北方不常见 因为这个雨实在是 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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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及时了 正好就是他站在楼下 哇哇那么哭 开始下 十分钟火警开来之后 就停 最奇怪的是 下太阳雨的位置 正好就是他们家那栋楼 前后的范围 真的就只有那么一小片 其他全部的楼都是干的 那这就是当时厨房 被烧毁后的照片 他们一家都觉得 是不是奶奶看到家里着火了 再保佑我们 下了一场雨 来救我们吧 那除此之外 还有几个发生在阿浙身边的事情 不属于灵异事件了 不属于灵异的范畴了 但是可能比我们前面讲的灵异事件 更加的细思恐极 一个是他们家人经历的 他们家之前住在另外一个小区 一个老小区 住的人比较少 房屋也比较破 也没有门位 等于说安全性 不是能完全保障的 简单介绍一下这些住户 他们家住在三楼 二楼是房东 二楼的房东 出租一楼 给了两群住户 一个是一群女生 另外一个好像是住了几个男的 阿浙当时上小学嘛 所以上下楼都会经过一楼 每家每户都能见到人 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那个男生的房里 出来什么人 有一次 他妈妈下班 想去小房停车 阿浙说小房就是北方的方言 就是车库 不知道在座 屏幕前的各位方言都怎么说 车库 当时就在停电动车嘛 转头就发现有个罪汉 D6的酒瓶 跟着他 钻到他们家的小房里 他妈当时就吓坏了呀 撂下电动车 也不服了 跑上楼 跑回家里面 爷爷就问 发生什么事了 他妈妈就一五一十的讲了嘛 爷爷就 嗯 气不打一出来 是谁 想来偷东西 提着把菜刀就下楼 结果人没见着 小房里是空的 爷爷就把电动车好好的 又停好了 放好了 可是那天晚上 他妈妈心语一直睡不着 感觉很不安 满耳朵都是听见房东 打麻将跟吵架的声音 那后来听说 当天晚上吵架的 就是一楼的男租户 上楼跟房中吵了一架 原本以为就吵了一架而已 没想到 第二天警察居然过来了 说这好像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就问他们家 有没有见过一楼那个男的 才知道为什么闹这么大 一楼那家那几个男的 是一群杀人犯 是潜逃到这儿 拿杀人赚来的钱 租的房子 那家男的在警察来之前 就已经退房了 二楼的房东说 那男的应该是 吵架了想报复这个房东 所以把出租屋里面能砸了 全部都砸了一遍 整个房间很狼藉 那投稿的小伙伴呢 他一想到每天上下楼都经过 这群杀人犯的家门口 一想到里面有男的尾随他妈妈 进到他们家的小房 一想到他爷爷差点 就跟那群杀人犯肉搏交手 就觉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等到他回家之后 警察已经去完正走了 那他爸讲 这小偷肯定是盯上我们家很长时间了 因为他知道我们家那个点 小房正好没人 万幸的是 除了电脑 我们家也没被偷走什么东西 这事儿就当过去了吧 那最后一个故事 就是阿泽他在学校里面 大学里经历的故事了 其实几乎每个学校 大中小 都有一些奇闻怪谈 而我在的学校也有 之前我还专门做了一期南开大学怪谈 应该是一文路七 现在找不到了 因为我早就删了 至于为什么删嘛 我还是要毕业的嘛 对吧 阿泽的大学里 发生过跳楼事件 而且两次 他都在校 但在这儿 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下 他给我分享的 2020年末12月份的那一期 如果有河北的朋友 甚至可能还记得这个时间 据说 当时是一位学姐 考研压力大 再加上当时他男朋友 跟他分手了 同时还经受着非常严重的 校园霸凌跟孤立 就从他们当时学校的某某大厦 跳了下去 事情的导火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他们宿舍里面 用了大功率电器 但是跟这个学姐 没有任何关系 导员说 你们用大功率电器这事 闹大了 必须得出来一个人 其实当时谁都知道 就是选出来一个挡刀的 可明明不是这个学姐干的 他们宿舍 非要把他推出来 因为他是受校园霸凌的那一方 辅导员就说 我要给你处分 我要让你退学 可这学姐还要考研呢 当时跟谁说都没有用 没人站在他们这一边 所以就选择 爬上了某某大厦的楼顶 导员还以为他闹着玩呢 觉得他不会跳下去 结果悲剧就发生了 那个女生真的就命丧当场了 最讽刺的是 为了不让这事闹大 施加校园暴力的那几个社友 全部保研了 当时社交媒体上 相关词条一个都找不到 这事也就这样子 不了了之 其实讲到这儿 与其说可怕 我不如觉得是心痛多一点 因为你看 前面的故事 那些我们所害怕的东西 好像在冥冥之中 保护了我们 而那些我们身边 最接近的人 他可能是个杀人犯 他可能是校园暴力的始作俑者 所以故事讲到这儿 我其实心里面有一点 觉得唏嘘吧 好了 那今天的故事 我们也就先到这了 但其实还有好几个 自带原途的故事 没跟大家分享呢 那如果大家想听到 马上听到新的故事 赶紧老规矩啊 在屏幕上面扣一 我也赶紧把那几个稿子 整理出来 记住想听故事 找我就对了 我是大范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